賽馬娘是Sidegames推出的綜合多媒體企劃 本作將賽馬場上奔馳競速的馬匹 全部女人化為可愛的妹子 推出之後立刻受到廣大粉絲喜愛 動畫第一季於2018年推出 第二季動畫更是將人氣推至頂點 東海帝王東山再起的超勵志劇情 讓粉絲紛紛留下感動的淚水 2021年除了動畫之外 也推出了智慧型手機遊戲 直到現在都是人氣及營收相當熱絡的作品 官方近日正式曝光賽馬娘第三季前導宣傳片與主視覺 這次將以追逐夢想身影的北部玄居 以及背負一族期望的李劍光傳作為故事主軸 動畫製作將交由Studio Kai負責 預計2023年內開播 此外官方也公開了延伸動畫 賽馬娘 Road to the Top 捐傳片以及視覺圖 故事則聚焦在 陳田路 好歌劇 愛慕之姬 三名妹子馬娘身上 將由Sidegans Pictures負責自作 今年4月16日就能在官方YouTube頻道欣賞囉 馬娘プリティダービーロード to the Top 北部一位 夜 VousFL芮 二人 琦